好,我们又回来了 这次是该去一个新的地图去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大峡谷 现在就叫大峡谷 我们先吃个猫饭 然后准备出发 这就是一个新的地图了 是因为这个 这个也不是击退吧 就是说跟荣山龙的那个作战失败之后 荣山龙挤开了一道猎戏峡谷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然后装备也有所 这个改变了 这个之前打过飞雷龙和蛮鳄龙之后 我们就可以造出他们的装备 并且是这个弓箭 也都有所提升 提升了一下 造了个蛮鳄龙的火属性弓 飞雷龙的这个雷属性弓 还有就是尼玉龙的水属性弓 这些我们都打过了 都是可以造出来的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是探索 然后会我们顺便 其实现在的话 适当的应该进行一些探索 就是说收集一些食材 来推推这个支线 支线任务里头 我现在还留了一个雌火龙的打 我们这个探索的这个任务 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打一个雌火龙 雌火龙现在的话 我们没有它的弱点属性的 没有针对它的弱点属性的武器 它的那个雌火龙是弱龙属性 其次弱雷 但是我们有个飞雷龙的弓 还可以用 但飞雷龙的弓还没有生满 之后看在这里 如果有说是采购材料的话 可以升级一下 先跟着他走 我们可以看 这个飞雷龙的弓 差一个 它这个叫深海结晶 我们可以在这里多采采矿 说不定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荣山龙挤开这么一大道的猎袭 强行挤过去 这是个双刀猎人 这是第四七团的 我们是第五七团 为什么这个荣山龙 特别执意地往这个方向走 他要去哪干什么 好胜的推荐组 阳光的推荐组 这个 我其实特别想说 那个阳光的那个推荐组 这个就特别像那个 高金里面跟你关系特别好的 那个男二号 就是那种感觉 上来主动跟你搭话 告诉你很多事情 那种 然而这个游戏并没有高game元素 这里感觉就像是在这个 这片本来是应该是在海里面 海洋里面 然后有很多珊瑚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海平面下降了以后 形成的地形 都飘了 照理说应该是这块区域的大boss 黄人 雨 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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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巴萨妈 欧巴萨妈开始连击 这个是第三集团的研究基地 有很多书它们也是在一个飞船里 用一个气球搭载的这种 我们摔下来 然后第三集团团长把他救了 说第三集团全是学者 看来他不同的第几集团 还都是有各种分工的 这里还会有新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随从猫派遣 然后去进行这个探索调查 护石 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有护石系统了 就是加防御护石 但是我们后面还是弄一个 叫那个什么 地质学的那个护石 或者说是草药学 暂时没有 探索石前往珊瑚台高点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去 我们去一下这个调查据点 因为去了新的区域以后 然后又会解锁一些其他设施 我们把那些任务先给他触发了 今天不知的 还不会的 说这种叫什么 我是 这个 这种urufe 注意 现在 果然有很多感叹号 开启了新的区域 我们赶紧把这个任务 先能对话触发掉的东西 先触发掉 这有新任务 交水袋的任务 但是我们已经有 直接交货委托交掉就好 这个还有一点 就是之前古代树森林的 高层的营地也解锁了 我们也给大家把这个任务交掉 新大陆的开拓者 找到所有营地 好我们现在上层再看一看 果然有东西就是关于这个护石 现在可以打造护石了 我们可以造一些有些比较有用 比如说这个地质学的一些 地质学的护石 然后直学这个也会有用 然后持久这个 现在我们没有那个原水晶还不用 然后如果说是有什么 起树护石什么还好用 还有就是这个夺气护石 这个也很好用 取射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容易把它打累 然后还有前期的话 就是弓箭的话 KO护石也很好用 就先这些 特殊斗技场 我觉得开始可以有特殊斗技场的任务 克制弓枪 这个不需要 然后我们龙山龙 其实也可以造几件装备了 好像好像吧 看看 龙山龙我们打过一次 没有 虽然打过一次 但是没有解锁 只要要真正狩猎过这个怪物 才能造他的东西 不然现在就能造龙山龙的装备 是不是有点太阴霸了 这又有任务 又是这个吃货 这个家伙 大哥风格的第五集团 原来第五集团还有其他人 咬鱼的皮 这个任务也可以直接就给他浇了 我们先把猫饭吃 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些支线的任务 交货委托任务完成之后就会解锁很多食材 不是很多食材 每完成一个都会解锁一种食材 解锁的食材类型种类样式越多 你可以进行的配猫饭的选择就越多 咬鱼的下巴 难道咬鱼的下巴很大 好 我们去珊瑚台高地 看这个地方叫珊瑚台 鹿珊瑚台地 鹿珊瑚台地 什么珊瑚台高地 我让它们来有人 垃圾 下巴 他们增加一次 这一点 男逢 凝钟 如此 大 猫蜥龙 这里还讲到当地的一些 猫蜥龙见到的话先打掉一些 后面的话还会有交它的素材的委托 所以路上遇到的话可以先打一点 这个任务应该是让我们找到狩猎一个血鸟 等会会见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找到营地 我们可以顺路上多踩点矿和多挖一些骨头 炫鸟我记得是弱雷 我们应该拿一个雷属性的弓 这个卖冲弓 雷属性非龙材料做的 虽然它还没有造好 正好需要这个区域里面的矿石 可以多挖点矿 这里我前面说过会有很多的精灵路 我们可以给它取射踩点它的脚 逃跑了 逃跑不管它了 这还有很多小生物 我们也可以给它抓一些 没见过的生物 什么环境生物都可以给它抓一抓 他说这里有足迹 这应该是炫鸟的足迹 结局 有猫吸龙 还有其他生物的足迹 也可以多摸一点 这个是什么 这好像是浮空龙 看形状应该是浮空龙的足迹 猫吸龙的数量很多的 猫吸龙的眼睛特别大 它还可以就是它如果说做一些装备的话 可以有一个什么护目镜 可以探知这个调查 直接在地图上查看到 这哪些已经是激活了的那种 叫什么采集点 采集的时候用的那种 猫吸龙护目镜 好像是 所以我采点它的材料 这代用尖爪的武器也特别少 以前经常会要消耗 这个应该是玩二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尖爪这种素材 喵吸龙的皮 有很多雷光虫 比如说做这个我们需要的材料 这个应该标记出来 这个是要走特定的位置 到这出发 还会这个 血鸟会这种闪光弹的一样的技能 注意不要站在它的闪光范围内就好 其实不是很难打 主要是它有的时候 把你闪到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至少能先 有机会就先给它起一次 哎呦我擦 好 这个炫鸟是弱雷的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把雷属性的弓 然后弱点是头部和尾 位置不好 哎呦 没闪掉 哎呦 就这下威力最高 还好伤害不是很好 整体上来说不是很好 他应该差多了 他应该差多了 先扛一会儿免得他接扛我 先执开 先执开 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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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跑了 别跑 要去睡觉 顺便就抓一个血鸟 这一块就算是搞定了 这个不用我们抓血鸟 我们直接发现就可以了 稍微花了点时间也没事 有收获 这里的骨头要挖一挖 因为有很多 珊瑚红骨什么的 都是我们前期要用到的一些素材 然后前期能造出来的龙鼠性弓的话 也都是需要这种类型的骨头 尤其是之后在后面的这个 瘴气之骨 会用到它那里 是什么扭曲狂骨 那个还要用到很多 我在这期间我们应该可以这个采集原石 造出来一个叫做地质学的那个珠子 有了那个珠子以后 采这个骨头就方便 因为它第一级的地质学加的就是 让你增加这个采集 采集这个叫什么 采集骨头的时候的这个采集次数 我们主要采骨头和采矿 这个地图很多地方都可以用这个蝎虫 我们以后实际打的时候就会遇到 然后我们都会用到的 我们就不刻意去演示了 等到要用到的时候再给大家看就可以知道了 还可以这么打 而且实用性也可以结合起来 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这种 这个虫子是可以抓的 我有说过吗 用这个网子 抓了以后当做一个小装饰品 回复蜜虫 上面矿会多一些 他这里已经 银帝已经给我们这里了 在这里有 这是风飘龙的痕迹 我们也可以给他收集一点 如果能见到一次风飘龙 就更好了 风飘龙 扶空龙 能有机会见到一次是最好的 诶 就是这里 来过这里的话 银帝就算是解锁了 去教材资源管理所交任就好了 诶 这里 风飘龙 很容易发怒的这家伙 扫门也特大 这里生态圈的顶点 就是他 这货 近战打起来也挺烦的 远程还可以 先不管他 溜了溜了溜了 而且还有这种珍珠 也是当地的一些采集品 还有这种珍珠 还有这种珍珠 也是当地的一些采集品 这就是一个种族 猫跟过来跟他们对话就可以加入我们 种族陷阱师 这边有蜂蜜 还有一个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东西挺多的 先从这爬上去爬到顶端然后转 看这边这边有好多东西 然后在这个对准差不多的时候按圆圈 它就可以这样跳上来 这是鬼豹蘑菇可以造大桶包蛋剂 这很多这个蜂蜜你看材料非常多 这里的话可以从另外一边出去 这是钓鱼用的鱼饵 这个地方应该出去 就刚才这个三只猫的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感觉 我们先可以去这个地方的顶点去采矿 这个地方要上的话 用这个蝎虫就可以爬得很快 还可以这样连续使用 看起来手感还不错 这里有两个矿点 这里有两个矿点 都是灰龙石 关键是要它那个深海结晶 那个是好东西 燕雀石 水晶原石也是造那个地质学珠 看重要的材料 风飘龙 风飘龙的痕迹见也见过了 应该会这个生态研究所报告 可以报告一点东西 还在这呢 那这个穿隐身衣装吧 我们免得他老来骚扰我们 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隐身衣装如果避开危险了之后 就可以不用他了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缓CD 就是以便于下次再穿上 这边我记得还有矿 啊这有 开荒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会帮我们 如果说你在他附近有成奇的话 他就会有一群猫 把这个怪物给他束缚住 行了其实我觉得不用 我们就直接回去吧 但是我还是想要那个深海结晶 应该是要几个呀 三个深海结晶 看运气好能不能踩一点 这里应该是有很多矿的 啊这有 水晶人石 地图真的很大 探索起来也很有意思 很多东西 这个区域不过是怪物行动的区域 要相对要少一些 探索能采集的东西倒是挺多 就这张地图 就这张地图 这里人应该是有一个缆车的 要完成任务之后才可以有 苦虫做蜜药材料 行吧就先这些 我们等会去打个磁火萌好了 啊深海结晶有了奖励有的猫挖到了 好 就很 啊 嗯 滑空一桩 哎 珊瑚抬高地会用到的 哎 深海结晶就有了 再有两个飞雷龙的转 这个雷弓就可以升起来了 接陈杰飞把浮空龙 我们去接这个任务 我们把我们做打浮空龙吧 死火龙我们可以留着后面再打 应该是这个任务里头 飞把浮空龙 去整理一下道具 符合龙是弱火属性的 所以我们正好有这个蛮恶龙的弓 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就是弄多一点药草 药剂 然后道具类型也可以整理一下不需要就是像刚开始那么抠门了 回复药可以来三个 平时主要是也吃不了那么多药 哎 这样就好 主要每次不拿满也是为了给一些采集和调和的空间 这样每次的话采集的多的话有时候就可以多拿一点 我是这样打算的 毕竟这个这代其实 怎么说就是 道具篮已经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吃紧了 已经要好很多了 尤其是素材这类东西不占格子 哎呀 要好多 吃个猫饭 这次的猫饭质量不行啊 骨蛋好手逃走树 这什么技能 好走树我知道五蛋好手 攻击遭弹开始热力度的消耗降低 好吧 跟我们没关系 这有一个闪光弹 他给了一个闪光弹 这个闪光弹是专门打浮空龙用的 浮空龙他经常会飞起来 飞起来的时候会对这个威胁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这个拿闪光弹把它闪下来 很多飞龙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应对 尤其是特别爱飞的那种 近战的话就可能常被闪光弹 就是一个很必要的行为 不然的话他就会经常飞起来 你就打不中他 收集一下浮空龙的痕迹 这里的话可以直接用这个蝎虫跑得快 直接上去 让这边桶里 这个还有这个藤壶是吧 藤壶我们可以挖一点 作为这个食材 能挖出过一次就可以解锁 这里是这个浮空龙的睡觉的地方 他的巢穴 好前面就应该到了 咦 差不多了 浮空龙的痕迹 出发剧情了就可以了 出发剧情了就可以了 可以发出救难信号了 不需要的 趁着他还没有膨胀的时候 多骑一骑 能骑到一次就 哇 哇 这种时候就是闪光弹的时候 起来 起来 没闪下来是为什么 起来 不准备 呼吸要暈 啊 暈了 果然暈了 他起飞的好快 想把他閃下的都沒機會 還好弓箭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磨刀 有的時候如果說能把他攔截下來的話可以繼續攻擊 啊 風飄龍 這他就 他跑了 這麼快就跑了 來咱們下面打 因為你看他的這個左下角 他的這個狀態是發怒的狀態 所以他會追玩家一直猛追換區 如果說是不是發怒狀態下的話他就不會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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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攻我的大尾巴断不掉就很没办法尾巴特别给他了 好我们去 这个不是这个他要去睡觉睡觉应该是这边 就我们刚来的这边 好搞定 他这还属于飞龙种 还好就是下位的任务伤害都不高 而且我们装备也稍微提升了一点点 这套装备没有什么特别的 主要是加的这个头部是飞雷龙的头 然后胸部是这个桑鸟的胸 头部是加一个体数一击 然后胸部加了一个这个耐力回复速度一击 就是让这个弓箭在体力消耗方面的这个好用一些 把这个浮空龙打掉以后就可以拿他的素材做成热气球了 不过还有一些剧情 好 又在赌盘 现在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能把人卡住 等到上位的时候开荒就会需要一些办法 手法就会要多一些了 他们船是这样开的吗 这个船就这样斜着开的吗 哦 食股动物 看这个过场CG中满满的教学 就告诉我们是在瘴气之拱中使用这种重火石 是可以产生的这个火焰 吃散周围的瘴气 他让我们是这个 发现大凶恶龙和探索瘴气之骨 探索瘴气之骨是要找到这个 叫那个什么 古锤龙 对 然后还有就是大凶恶龙 大凶恶龙我记得是弱水 所以我们可以换把水属性的弓 水流弓 就这个 另外一个是这个叫那个什么 古锤龙 他不弱水 他是弱龙 水好像稍微有点效果 下次就要来这里挖骨头了 我们这里就稍微探索一下 发现大凶恶龙 探索瘴气之骨 其实就是探索两样东西 先是这个 吴水龙怎么说呢 应该 中间打起来是很好打的 这样就算瘴气之骨探索过了 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直接到下层去 到下层去找这个大凶恶龙 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麻痹魔物 应该是继续往生存走 这地上看这个地图会有很多众火石啊 找到了 大凶恶龙也发现了 然后我们上去打这个古锤龙 让我们狩猎古锤龙 这段还挺不好上去 慢慢跑 众火石来的 飞踢下去 飞踢下去就上不来了 在这个瘴气这个环境中会缓缓掉血 稍微高点的台阶就还好 还在追我 为什么追我 这里上不去的吗 没事 我们直接传送了营地上去回去 打这个古锤龙啊 算了 其实古锤龙因为本身用弓箭就很好打 无所谓用什么武器了 就用它了 不管了 我们看 哦 补货用的东西不够哎 还得再回去一趟 啥逼了 这次我们可能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啊 46分钟了 我们争取10分钟 10分钟打完 哦 没有补货用麻痹弹 好 哦 补货用麻痹弹没有了 那怎么办 我看应该是有很多的棉草 棉草应该是有一些的 哎 然后如果顺路去采个麻痹蘑菇 哎 自动调和一个那个不会用麻痹弹 这样可以 前期这个不能种植麻痹蘑菇 所以没办法 棉草这里是有的 看在上面那个石头了吗 看在上面那个石头了吗 哈 取射破坏 他的部位是非常好用的 一会就把他上的这个不错就给 打光了 而且你看他这个体型 就是很适合 适合用取射的样子 来 转过来 不过这个武器确实伤害有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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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 他应该不落实 先打一会 但是这样的话就比较影响效率 再给他一箭 下来 下来 可以分出他的路線 就很好用 是不是很爽 哎呦 差一點 好 他這已經倒了 一八 哎呦这个大阵地 猫的这个武器特别好啊 没法 停下来 都已经暴怒了还要逃跑 上哪找点麻痹磨过这里有没有麻痹这是他睡觉这个地方不太好 好帅喔 好帅喔 擦地板 好瘸了不管他了已经瘸了不管他了我们去找那个麻痹蘑菇造点那个素材蛋啊不是那个不会有麻醉蛋 古老化石啊化石挖一点也是作为食材的东西好像 好像如果这一路上没有遇到麻痹蘑菇的话那我们干脆就还是把它打死 这个武器好像确实是不克他伤害好低啊 我觉得用强击品会好一点吧 这样 哎哟洗身了还行 再来 再来 你来多少鼓头给你打掉多少鼓头不行 卧槽什么东西啊 被这个虫子打飞的 卧槽 果然是主场 帮孩子突然 Undo 缴了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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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玩意儿把那个谷堆打散了 然后砸到的 擦地板 好 搞定 武器伤害太低了 没有应该针对他的属性拿个武器 他弱龙但是其次弱什么我忘了 看来应该是不弱手 挖四下就可以走了 正好十分钟 看一下表正好十分钟 这期录的好长主要打的多 然后还花了好多时间探索 哎呀胖达好可爱 欧巴桑吗 嗯 嗯 你 你 那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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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箭打这种什么叫什么呃爆吹龙啊 骨吹龙啊就跟打儿子样子 这种体型越大其实越好打 哎 这个骨吹龙他这样滚来滚去有个特性就是在他滚的时候如果受到攻击的话就会停顿所以你可以拿那个取射来分他的路 所以你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一个反向放取射的这么一个操作 因为他滚过来的时候往背后的位置正好可能就取射砸到他然后砸断他的这个翻滚的这个动作 这多了一些设施 兽人族研究员 可以派兽人族去探险 然后他们探险有诸多好处除了会采集各种各样的素材以外还有可能会这个帮你解锁一些调查任务啊 这招是有演出效果的也有演出画面 这都是别人家的猫 他这个猫眼睛好小 那么好的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实况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